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机器人工程应该是要传统的 包括机器人或工业机器 它都需要很强的一个特征的关注的工作处备 或者在整个中间的要挖手它的很多的一些事 在今年新增的备案本科专业中 全国有59所高校新增了人工智能专业 除此之外 许多高校还增加了智能智能工程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专业 经过动线上 过去 技术企业招聘到高校人才才要二次提样 现在东南大学商购的智能车辆工程 就是命纸让光沙 最安静工程序 像原来叫车辆工程首要强化的事情 现在我们在推进汽车 它一定现在是面向智能法 智能法的人家 智能法的人家 这样工程它不懂得感受到平静 这样的家长一到企业以后 它就做二次培养 总美增加 而且它的油车量就变成了 增加这种新增加的新增加 除基础医学外 东南大学商购的四个专业 都将于今年九月开始招生 其中 未来机器人专业 预计招生五十至六十人 该专业将面向新生 进行二次选择 考察学生的速度 专业设置为 放手能力 与人表达能力等 高校相关技能提醒 新增专业属于调整 是在既有学科上的升级 而不能在无基础 无优势的情况下 做一设置用了沉淀和持续性 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专业